董信騎士騎著二十多萬元的黃牌重機環島 來到台東站 就在這個路口 休旅車突然右切 他擊殺前輪鎖死 車身向前傾 一百五十公斤重的重機 壓在他身上 但休旅車直接開走 當時騎士左手筋骨斷裂 根本無法起身 附近民眾跑上前協助 汽車就是突然往右切 就他右轉 然後就是突然往右切 然後我是擊殺 我為了要閃避他 然後我自己摔車架 左手打著石膏還要觀察 他是否要開刀治療 不止人傷 騎士的寶貝愛車 車頭車尾嚴重毀損 粗估修車費上看十萬 我們是在不同車道 然後他突然右轉 然後他有影響到我執行車的權利 警方就說 修旅車當時要右轉 按照規定 入口前三十公尺 就要打方向燈 並且靠右側車道行駛 從中間車道切換 確實讓騎士無法反應 但重機騎士 執行騎載了機慢車道 也違規 這起車禍事故 與前車有因果關係 可怕的交通事故也發生在新北市板橋 硬車行進板橋滑江三路與滑江五路口 右側團騎出一輛機車 駕駛想閃來不及 騎士重重撞上硬車的側身 兩邊車輛都沒有離開 然後速度非常快 另一個角度發生事故之後 劇烈聲響 駕駛把車停靠在路邊趕緊下車查看 旅行騎士頭部重創 送一後傷重不治 旁邊有一部摩托車 但是距離蠻遠 我沒有停我就走 蹦一聲我下來查看 車子就倒在那邊 光紅燈應該是要到停止線前 停止之後再開 那機車駕駛是閃光黃燈 要減速慢行通過 一時疏忽釀成意思 年前發生巨變 家屬悲痛難受 記者新北市綜合報導